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开发系列课程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开发者工具 是这样 就是说今天我不给您讲 关于CSS语法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是咱们放到今后课程 咱们继续讲 今天我给您讲一下开发者工具 都有什么工具 咱们看一下 咱们今天的课程就是使用开发者工具 咱们来调试CSS 都有什么工具 咱们目前主流的用的是Kulom 对不对 其实相应的工具 还有Fireforce IE 都有开发者工具 当然了 开发者工具应该是说 从Fireforce里面的Firebug开始 然后一点点传开 然后Kulom继承 现在开发者调工具里面 最好的应该说是Kulom 但是当然了 Fireforce和IE也支持 今天我想带着大家 咱们都看一看 反正今后 我还是采用Kulom 作为这个调试工具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试一试 这是我的网站 然后我点一下 咱们就看第五课 第五课咱们不见了一个最简单的CSS 咱们看一下 在这Kulom里面 咱们这个G右键 然后选择这个 我这个是 因为是日文的Kulom 所以它叫这个简证 咱们可能叫的不一样 反正都无所谓 按这个Ctrl Shift I 也能够出来 咱们点击看一下 出来之后大家请看 这个是Kulom解析之后的HTML的文档结构 是解析之后的 咱们一个个把它打开 看到了和咱们的HTML有点相像 但是也不一样 它是解析后的HTML 然后咱们看这个 比如说我点这个Body 大家看这个屏幕的右边 这右边是我针对于Body的各种各样的样式弹幕 对不对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style.css里面定义的 然后咱们为什么叫做调试工具 比如说我现在Body有两个css样式 一个是Color 一个是Bolder 对吧 比如说我调掉这个Color 你看我调之后 大家请看 这Color就不会被渲染到这个浏览器当中 这就是变成咱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式弹的调试 对不对 比如咱再把它选上 然后这个Bolder也把它调掉 没问题吧 再选上 这个非常变成咱们的调试 然后咱们还可以更改 比如说这个Bolder 这个Body里面的Color 咱们不叫这个红了 比如咱们叫蓝 可以吧 稍等 我这点错 从来 这个地方应该就不录 OK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我这个画面上的颜色 由刚才红 现在变成蓝了 对不对 这样的 变试咱们及时来调试网约中各种各样的信息 各种各样的css 非常方便 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常用 比如说 咱们Bolder 现在是三个像素 咱们比如说不叫三个像素 咱们叫十个像素 行不行 但是就很粗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这个颜色不叫绿了 咱们叫黄 可以吧 没有问题 可以及时修改咱们这个画面上的样式 及时的看到效果 这就是咱们这个css调试工具 给咱们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对不对 便于咱们这个对于某些领域 或者说某些tag 做重点的着色 而便于调试 因为这个css这种语言 因为它不是编译 它是这个流感器解释运行的 所以说调试功能很差 那么咱们使用这种开发者工具 便于咱们来调试 一步一步的调试 来一步一步的达到咱们的页面中 想渲染的效果 非常的好 好 那咱们与同样的功能 再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fireforce和IE都该怎么用 我这项目正好有一个fireforce 咱们打开 然后呢 我也准备用相同的页面 咱们拷贝一下 然后打开之后 咱们马上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在虚拟机 可能打开会有一点慢 开了没有 OK 开了 开了之后 咱马上试一下 我这拷贝一个 够 你看 这也是这个咱们第五课 然后我选择这个右键 大家请问 我这个因为是日本版 所以就要做这个要素调查 但是您可能中文版 可能不一样 但无所谓 就这个地方 咱们点击 大家请看 出现内容和咱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クローム有点相像 但是有点细细的区分 比如说 把这个鼠标 我看能不能把它放大 这个字体不能放大 这个可能就不如クローム好 只能上面放大 下面这个调试工具不能放大 我看能放大吗 也能放大 OK 按Ctrl加可以放大 大家请看 我这一点上 比如H1 大家请看 它上面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H1的坐标出现 一个辅助线 这个是非常的好 便于这个 您理解 现在您的这个tag 在这个画面中 占用的某些个区域空间 对吧 然后右边呢 是它所各种各样的详细的信息 没有问题 好 然后比如说 咱跟这个クローム一样 咱们做个修改 我这color 比如说叫yellow 没有问题吧 叫黄绿吧 大家请看 页面变成黄绿 对吧 可以及时修改 然后咱们这个boulder 比如说咱们这个绿色 咱们叫做 这个绿色 比如说咱不叫绿了 咱们叫一个navi 可以吧 出来了 OK 还有提示 navi色 对吧 深蓝藏蓝色 没有问题 这个呢 和咱们这个clom使用方法 都是差不多 因为真的说到这个开发者工具 这个firefault是鼻祖 从它的这个firebug插件开始 然后呢 流行开来 对不对 好 这是简单的这个firefault使用 几乎和这个clom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然后咱们再试下这个 IE 我现在IE的版本是 我看一下 我现在IE是什么版本 稍等 IE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是 看不到 应该是A级是吧 我看哪个地方能看版本 不管了 应该是A级 那咱们也同样 用这个试一下 因为这个挑战工具都差不多 好 机有键 选择这个检查元素 不知道咱们 中文那个6.7 我这就是中文6.7 好 叫检查元素 大家请看 这个能不能放大 跟刚才一样 比如说我选到一个body 然后也能放大 OK 这个看来各个6.7都差不多 border 而这个body 上面右边 右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属性 咱们再修改一下 试试看吧 也能够修改 比如说咱们这个叫 耶鲁 也叫耶鲁 它有更多的选项 IE还是挺好用的 小董 我怎么没选对 算了 耶鲁 然后选择一个 table键过去 出来了 OK 然后下面是选择 border border属性 比如说 咱们再给一个 红吧 咱们就给最简单 就可以了 都看到红 看到没有 使用方法 几乎的这个浏览器 都差不多了 挑食工具 因为他们互相抄袭 是吧 互相抄袭 不能那么说 感觉对于咱们 这个开发网页 调试来说 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好处 您应该要活用 这一系列的工具 对于您开发网页的效率 绝对是一个提升 好不好 OK 今天就是这么多内容 我给您大概演示了一下 开发者工具 如何来调试 CSS 包括咱们动态 即时修改 能够马上看到效果 正是对于咱们开发来说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开发者工具 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您可以动手试一试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中的 我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会上到有口有趣 包括币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我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